秋日里的一个午后 我收到了一个神秘包裹 包裹内装着来自一号本公司的最新科技 它的机身硕大 两头带有神秘灯带 它内部藏着一颗高速风扇 风扇下面压制着性能强劲的AMD RX7800M显卡 人工智能告诉我 它的性能超越移动版4070 28% 媲美桌面版RX7700XT 这正是目前一号本公司的最强算力设备 一号显卡 二号机 代号 OneX GPU 2 好了 我换个轻松的氛围 这款显卡无尺寸比我想象的要大 对比日常物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本体重量来到了1.6千克 重量还可以 不过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遗憾的是 它并没有采用内置电源 而是使用了外置330瓦电源适配器 个头还不小 重量713克左右 整体还是有一定携带负担 但重点是它仍然可以随身携带 还是属于移动显卡的范畴 体积大 电源外置并非没有优点 宽松的内部空间可以换来更强劲的性能释放 更好的散热能力以及更高的可拓展性 电源外置同样可以给内部留出足够空间 同时还可以避免积热问题 淡化加的发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 如果你是在家中使用 电源外置才是更好的取舍 电源放在桌子底下 同样可以保证桌面整洁 但如果你是有经常性的移动使用需求 这个体积这个重量确实不算有好 显卡无外观比较简约 整体采用深色的全金属机身 由本体和磁锡底座组成 底座底面有一圈防滑脚垫 与本体之间的吸力非常大 底座与本体之间流出了一圈空隙 当RGB光圈亮起时 底部光圈会通过缝隙反射而出 光线柔和略显高级 顶部光圈粗细刚刚好 灯效均匀 过度丝滑 普通光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机身是竖向放置的 两面都有散热机风口 一侧为主风扇 一侧为辅助风扇 机身顶部为散热出风口 有蜂窝结构的外壳设计 机身一侧边缘上方有三颗按键 一侧是电源键 性能切换按键 灯效变换按键 以及一颗性能指示灯 下方又有1X GPU logo 机身另一侧长满了接口 从上到下 一侧是电源接口 USB4接口 奥克林接口 HDMI 2.1接口 两个DP接口 竟然还有一个TF卡插槽 十侧度鞋闪地TP黑卡速率如下 速度非常快 接着往下是两个A口 和一个千兆网口 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接口的logo都为奥克工艺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在一侧下方 还有一个磁吸盖板 下面还藏着一个2280尺寸的硬盘位 这个扩展性真是拉满了 实测装备2230的硬盘 也可以正常使用 实际读写速率如下 对于A口和DP接口的规格 官方暂未公布 看真脚 A口至少是个5Gbps规格 这么多接口 确实对得起它这么大的体积 那么它的性的释放如何呢 如果此时显卡无指示灯为紫色 表示显卡功耗最大为180瓦 在甜点圈极限考机测试中 总图形功率TGP 可以维持在170瓦到180瓦之间 此时适温23摄氏度左右 GPU温度65摄氏度左右 GPU最热点温度86摄氏度左右 此时的风软噪音还是有些大的 跟游戏本差不多 在58分贝左右 如果按下性能切换按键 切换至蓝灯 显卡最高功耗会被限制在130瓦 此时的风软噪音会低很多 在51分贝左右 应该相当于噪音控制的不错的游戏本 看完了性能释放 我们赶紧来看看 这个外置的7800M显卡 到底能给机器带来多少的性能提升 这里使用ROG Rx作为测试设备 在Time Spy测试中 如果不外接显卡 显卡得分3187分 如果通过USB4外接 显卡无180瓦模式 内屏输出 桌面分辨率1080p的情况下 显卡得分可以来到13748分 性能提升300%多 这个性能是超越了桌面端4600Ti的 略低于桌面端7700XT 在130瓦模式下 显卡分数会下降至12773分 大概下降7%左右 但录在游戏中也就有2帧左右 所以我会优先选择130瓦低噪音模式 另外我也测试了外屏输出时的保分情况 在180瓦模式下 显卡得分14651分 130瓦模式下得分13224分 外接损耗会比内屏输出低一点 如果是通过Oclink外接 官方测试外屏可以跑到15000以上 不过在连接便捷上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USB4接口 通过USB4可以击插机用 同时还可以为设备反向供电 Oclink接口的外接优势 基本就在于损耗更低 缺点是无法热插把 需要在关机状态下进行插把 实测通过USB4连接RG RLX 反向供电可以达到接近90瓦 如果这个时候启动刚才的极限烤机 显卡会断电 应该是电源供电能力不足了 这个问题已经反映给官方了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 要不就增加电源供电功率 要不就降低显卡功率 要不就降低反向供电功率 不过不做调整也没事 正常玩游戏时 显卡功耗也确实跑不到那么高 在1080P画质无脑拉满的黑刷悟空中 显卡功耗最高也才140瓦 就算外接4K显示器 画质无脑拉满之后 功耗也就跑到155瓦左右 此时掌机电池充电功率在40瓦左右 CQ反向供电功率还是接近90瓦 完全不会出现断电情况 对于游戏帧数的提升 就拿黑刷悟空来测试 1080P分辨率 无脑将画质拉满 开启真生城 如果不外接显卡屋 幀数只有十几帧 竟然还有十几帧 我也是有点惊讶 如果外接显卡屋 幀数则可以来到50帧上限 在战斗过程中 幀数可以维持在40帧左右 如果不那么极劲 把画质调整到超高预测 幀数则可以稳定在40帧以上 有时会超过50帧 当然黑刷悟空这款游戏 性能数据上限还是很高的 我们没有必要把画质拉满 只需要把阴影光照 康据使三项调整到高 幀数就可以维持在60帧左右 在性能需求相对于较低的2077中 连接显卡屋 设置1080P分辨率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超级画质 第一档光追 以及第三档超级光追 三种画质预设下的幀数对比 最后还测试了一下 外接显示器跑2077的情况 左边是2K分辨率 右边是4K分辨率 二者都是超级画质预示 显然这个显卡屋 带4K显示器还是有些吃力 这里多说一点 在连接公版AMD机器时 比如7840U或是8840U 常让显卡屋重启机器 即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是连接ROG或是拯救者掌机 就需要按照我之前的教程 折腾一下驱动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不管什么机器 在连接好显卡屋之后 设备管理器中都不会显示7800M 不过显卡是正常工作的 我是真心希望AMD 可以联合ROG或是拯救者 解决一下Z1系列芯片 外接A卡时的驱动问题 我好像已经希望一年了 总之 希望显卡屋的体积偏大 电源外置 但性能强悍 接口丰富 双11预售价格 应该可以5XXX拿下 具体我也还不知道 另外1号本还会推出 2号机联名版 希望有机会能上手体验 大家对于这款显卡屋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中 有好讨论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记得关注我 我是方方 我们下视频 再见